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中医认为肝阻筋 其花在爪 指甲为筋之鱼 就是说筋骨所在部位 肝脏如果出现病变 那么就会表现在指甲上 如果您的指甲表面出现了明显的素纹 坚持了一个月都没有消失的话 或者是减轻的话 那就要引起注意了 中医有肝阻目的说法 股肝火万肾 通常会表现在眼睛 比如事物模糊 眼部分泌物多 眼红眼肝耳鸣等等 肝火万的症状 除了眼睛理论看出来 还会表现为头晕 易暴怒 口干舌燥 头痛 面红耳赤 口苦 口臭 头晕 眼肝 睡眠不稳 身体闷热 舌苔肥厚 肝火过于万圣 还可以出现呕心 呕吐 那如果用以上这些症状 平时应该多吃一些 食物来保护肝脏 排除肝毒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具有非常好的保肝 护肝 排肝毒的食疗方法 基本上吃一次就能够排出肝毒 首先我们准备一小把的菊花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用菊花泡水喝 菊花它是一种中药材 也是一种有名的茶叶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有疏风 散热 贫于肝阳 清肝明目 辅助解毒的作用 可用于肝阳上看导致的眩晕 肝风内洞 木赤眼花等作用 菊花能够清热入肝精 既能够舒散肝精风热 又能够清泄肝火 起到明目的作用 所以用来治疗肝精风热肝火上看 木赤肿痛 效果是非常好的 菊花中含有多种火性成分 其中包括菊花分 菊花肝 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 抗炎 抗肿瘤等等的作用 研究表明 菊花具有保护肝脏的作用 可以减轻肝脏损伤 促进肝细胞修复和再生 菊花还可以调节肝脏氧化 还原平衡 降低肝脏的氧化应激 减少制油肌的产生 从而保护肝脏 免受氧化损伤 接下来再准备10克的百合 肝不好的人吃一些百合的话 还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百合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膳食纤维 维生素 以及铁 钙 磷等微量元素 还含有秋水鲜碱等特殊成分 适量的食用 可为人体补充多种营养物质 能够辅助保护肝脏 促进肝脏修复 与再生 百合中含有的生物碱和联液质 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 辅助肝细胞再生 百合还能够起到清热去火的作用 平时用来煮水或者煮粥喝 可以起到清肝火的作用 可用于改善因为肝火万胜而引起的精神倦怠 脾气暴躁 睡眠不好等等的症状 还能够很好的促进肝脏毒素代谢 起到一定的排肝毒作用 尤其是经常熬夜喝酒抽烟的人 更是要多吃一些百合 另外百合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如蛋白质和维生素矿物质等 都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提高身体抵抗力 所以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 对身体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20克酒油的绿豆 绿豆它不仅是一种豆类食物 它还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具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 可以有效的缓解因为肝火万胜 所导致的所有不适症状 起到清肝明目 减轻肝脏负担 促进肝脏排毒的作用 因为绿豆中富含义蛋白酶液制剂 以减少蛋白的分解 降低养殖血症 从而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绿豆中含有多糖 以及球蛋白 可以促进体内动物胆固醇 在肝脏内迅速分解成胆酸 并加速胆汁中胆盐的分泌 进而减轻肝脏的负担 还能够促进肝脏排毒 因为绿豆具有很强的清热解毒的作用 具有很好的调节肠道菌群作用 适当的饮用绿豆水的话 可以很好的将体内 以及肝脏内的代谢物 快速的排出体外 虽然绿豆汤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绿豆属于寒性 所以不建议大家大量饮用 或者是在喝绿豆汤时 加入一小片的生姜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的这种老橙皮 橙皮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 胃苦 性温 微脾 费精 橙皮具有一定的理气健脾 造湿 化痰的作用 所以橙皮对于调理肝脏 气肌 以及维持肝脏正常生理功能上 有一定的好处 橙皮能够清热解毒 有助于减轻肝脏负担 促进肝脏排涂 降低肝脏火气 降低肝脏脂肪含量 减轻脂肪肝的症状 橙皮中有效成分 能够促进肝细胞再生 有助于修复和恢复受损的肝脏组织 还能够调节肝脏功能 它能够促进肝脏正常代谢和排泄功能 所以经常抽烟 喝酒 熬夜的朋友 可以多用橙皮来泡水喝 对于肝脏能起到很好的保养作用 接着再来准备几颗红枣 减成红枣丁 红枣含有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 日常适量的摄入 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有利于肝脏功能正常运行 对于维持肝脏功能有一定的好处 而且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红枣中含有维生素C 黄酮类 生物碱 黄磷酸腺肝等营养成分 能够辅助提高体内单核细胞的吞射功能 能够促进蛋白质合成 降低血清胆固醇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毒性物质对肝脏的损伤 能起到很好的保护肝脏 降肝火 促进肝脏排毒的作用 红枣不需要太多 每次3到5克 然后剪成红枣丁 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 煮上2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20分钟之后我们的茶就煮好了 然后加入少许的冰糖 给它搅拌融化 然后盖上盖子 给它焖上5分钟左右 然后直接舀里面的水倒入杯子里 晾着温热就可以喝了 如果经常抽烟喝酒 熬夜的朋友可以多组织到汤来喝 对于肝脏有很好的养护作用 经常喝可以帮助肝脏排毒 可以降低肝火 肝脏好了 人睡眠自然就好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